美國近幾個星期之間 是陸續發生了水牛城 華裔教會 還有小學槍劫案件 結果奧克拉荷馬州在一號 又傳出有醫療機構 被槍手闖入的消息 還奪走四條人命 而這名飛役槍手在犯案之後 是開槍自禁 奧克拉荷馬州首府 土耳沙市的聖方濟哥醫院 一號下午成了槍手 大開殺戒的行凶現場 一名飛役年約三四十歲的男子 手持一把長步槍和一支手槍 在設有門診手術中心 和乳房保健中心的 娜塔利醫療大樓二樓 隨機開槍殺人 警方獲報之後 短短三分鐘就抵達現場 在每一層每一個房間 進行地毯式搜查 確保沒有其他威脅 不僅如此 美國煙酒槍炮及爆裂物管理局 消防大隊的工作人員 都抵達案發現場 並在鄰近的一所中學 設立協巡中心 幫助民眾尋找他們在案發現場的致親 杜爾沙警察局副局長達雷希 事後向媒體表示槍手當場開槍自盡 至於犯案動機還有待調查 這是繼水牛城槍擊案 南加州教會槍擊案 德州羅伯小學槍擊案之後 短短三個星期不到的時間 有新增的一起槍擊事件 總計今年一月份起 全美奪走四條人命以上的槍擊 已經有十二宗 七十六條人命 無緣無故的消失在 瘋狂殺手的槍下 公視新聞王惠文編譯